猫山王流连也叫第197 真正让其名声雀起 源于澳门赌王何鸿燊 他曾经派人驾驶私人飞机 从新加坡运了100颗猫山王流连回香港 清理加成和其他生意大亨大吃流连 被当时香港、澳门、新马一带的媒体大肆报道 一夜之间猫山王名声大噪 其知名度盖过其他所有流连品种 流连是亚洲的水果之王 每一年需求量非常大 马来西亚的农民正在从这种热潮中获得利润 民间传闻即使皇室也想插一手 但是这个不断发展的产业已经付出了代价 现在小农民被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 卷入了无情的土地争夺站 一支拍摄团队叫做内幕者前往马来西亚 调查了解亚洲最受欢迎水果之一 拯救猫山王流连的内幕 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政府砍发了1.5万棵榴莲树 这些农场是位于无地气榴莲树土地上 且技术上不合法 但是农民们种植这些树已经几代人了 并且他们是推广特殊品种猫山王流连的农民 在2021年季节期间 该品种在马来西亚的平均售价为32.50美元每磅 比活龙虾的平均价格高出一倍以上 像唐伟杰这样的农民说 破坏榴莲农场是一种恐吓手段 要么是为了把他们赶出土地 要么是让他们签署不公平的核档 我们应该是要团结的 团结一起对付这些无量的菜团 没有我们就是这样 被食道死死 这个猫山王市场就这样被整丢了 被垄断了 谭伟杰的父亲在21世纪初 开始在这里种植榴莲 十年前 谭伟杰接管了这个农场 但在今年7月他失去了一切 这是谭伟杰第一次看到他的榴莲树 被砍伐后的情景 在马来西亚疯传的一个抖音视频 似乎显示州政府砍伐榴莲树 这就是农民们回到自己土地时 看到的情景 现在 谭伟杰在劳务县经营一个榴莲采摘摊位 这是一个拥有十万居民 被称为马来西亚榴莲之都的小镇 榴莲要经过仔细的质量检查 然后才能被本地和国际买家接走 谭伟杰说 他很容易分辨好果和坏果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榴莲方面的工作 这非常关键 因为向中国等国家销售榴莲的买家 期望这种水果是完美无暇的 最好的榴莲来自十多年的老树 再忘记7月至9月和12月至3月 供人们每天要检查多达400个榴莲篮子 这个地区出口的大多数榴莲 最终都会被运往新加坡 凯尔文在99老树企业管理这里的业务 他于2017年开始经营这个榴莲生意 这个店面只是凯尔文的业务的一小部分 他还向中国的买家批发冷冻榴莲 凯尔文说生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凯尔文也说 传统上 每到榴莲季节 很多新加坡人会前往马来西亚品尝榴莲 因为那里的榴莲更便宜 对吧 但由于这个疫情 他们大多数只能在新加坡吃榴莲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销售额实际上会更高的原因 再忘记 凯尔文销售近十几种不同的榴莲品种 他对水果的质量非常谨慎 他说在好的猫山王榴莲上 我们要关注的是 第一 颜色 香气 你打开榴莲的那一刻 应该有一股香气 当然 还有它的奶油感 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奶油感 好的 这是一个不能通过我们的质量控制的榴莲的例子 这些都是半生熟果肉 味道很糟糕 所以对于这种次品榴莲 我们必须拒绝它们 他的团队每天销售多达4000磅的榴莲 而2018年仅为近900磅 他说 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放松的监管措施 彻底改变了榴莲行业 中国在2020年进口了价值23亿美元的榴莲 这个数字自2017年以来已经增长了四倍 劳务线的农民们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这位农民江先生已经种植榴莲超过十年了 七月份 周政府砍掉了他的三分之二的榴莲树 今天 他正在摘这个季节最后的榴莲 江先生失去的树 是他的父亲二十多年前种下的 失望的嘛 都这么多年的心血 种了这么久的榴莲树 现在 他在七英亩的吃牌土地上 还剩下240棵树 这几乎无法支持他的妻子 父母和两个孩子 冲突始于2020年 根据报道 政府将在劳务线的5000多英亩土地 租给了一家私人公司 那就是皇家彭亨榴莲集团 他最大的股东是马来西亚皇室 皇室 州政府和公司合作 他们只给农民两个选择 一离开土地 二签署一份限制利润 强迫农民们工作 并在小收场时 获得更少的利润合同 要合法化 帮他配合 或者搞到合法化 会给 我们还地税 这样的 你必须在地上工作 现代奴隶 邹宇辉也是是劳务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过去一年一直在为榴莲农民发声 邹先生也说这是州政府采取的行动 旨在让农民感到恐惧 并迫使他们与彭亨皇家榴莲签订不平等的合同 农民拒绝签署合同 而是提起诉讼 他们还组织成立了拯救猫山王联盟 州政府告诉当地记者 他们砍掉的树木位于国家森林保护区 而农民则认为 该土地受到了1月份法庭裁决的保护 马来西亚的榴莲业务继续扩大 彭亨皇家榴莲集团计划建造 马来西亚最大的榴莲加工设施 到2030年 该国的榴莲出口预计将增加50% 但小农户是否能分享其中的利润呢 还是榴莲热潮将使他们失去一切 感谢观看 马来西亚的榴莲业务正在继续扩大 预计到2030年 该国的榴莲出口将增加50% 这对榴莲产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问题在于小农户能否分享其中的利润呢 虽然猫山王榴莲热潮为小农户带来了商机 但由于他们缺乏市场知识和谈判能力 他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收益 此外 一些大型榴莲生产商可能会使用他们的优势来获得更多的利润 从而让小农户处于劣势 因此 为了确保榴莲产业的可持续性 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措施来保护小农户的利益 并确保他们能够从榴莲热潮中获益 最后我建议农民可以向政府提议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 一家强监管二推动信息透明 三支持小农户四促进公平竞争舞建立绿色榴莲产业 希望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同时增加农民收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